如右图ABC柱EF为正六边形的纸片 其边长为4 经研对角线A柱线段则起 使得角1柱C为30度 则一点到平面ABC柱的距离为多少 好那首先题目给定的这个平行六面体的边长是4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图中 C柱线段长跟柱1线段长都是4 那角1柱C等于30度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线定理求出411线段长 好那计算后可以得到411线段长 等于根号的32-16根号3 那接着我们可以在A柱线段上取一个H 使得EH会垂直A柱 那同时CH也可以垂直A柱 那这部分同学参考的左图会比较好理解 好这个H点只要是C1线段连起来 然后跟A柱线段的这个交点 我们定它是H 这样的话这边是直角 这边是直角 就会是右边这个部分 好那接着我们要计算的EH线段长跟CH线段长 也是从左图来看 好这个三角形会是一个30度30度120度的等腰三角形 那两腰是4可以推得 第三边是4根号3 所以一半的部分这样子是2根号3 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虚线的这个三角形 三边长度以致我们可以求cos的夹角 所以我们去计算cos的角EHC 好那这边利用余线定理 计算出来的答案会是三分之2根号3减1 好那计算这个cos的值原因是 这个角度就会是平面ABC珠 跟平面A珠EF的两面角 那所以我们只要将EH 然后乘上sine的这个两面角 就可以得到题目所要问的 一点到平面ABC珠的距离 好那EH的长度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是2根号3 那sine的角CH1 我们可以利用刚刚的cos值 利用平方关系 可以求得sine值 好那这样乘开之后 可以得到最后答案 答案等于三分之四倍的根号 3根号3减3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